真佛舟的连生活佛 卢盛宴睿为三年返台 在台北小巨蛋 举办连生活佛 手传画红大法 希望能够传送正能量 同时亲笔题字 祝福台湾要为所有人 带来温暖跟鼓励 头呆法官漫步前行 连生活佛卢盛宴 在信徒的掌声中 走向大网座 睿为三年多 卢盛宴于11号下午 在台北小巨蛋 举办连生活佛 手传画红大法 希望让佛法以彩虹般的光彩 传送正能量给民众 卢盛宴在五十多年来不断精进 佛法与书画 就是想要透过传法 传逐正能量与正念 启发新途 我现在所画的大部分都是莲花 还有呢 就是日轮跟夜轮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社会里面 但是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会长出莲花 就是清净的莲花 徒生意还在现场 亲自辉豪写下幻化七彩 占映台湾八个大字 希望能给予每个刚度过疫情的台湾民众 正面的力量 积极面对人生 记者综合报道 魁魏三年半 雷生活佛终于回到家乡台湾 在万民信众开道迎接下 雷生活佛现身台北小巨蛋 现场气氛 庄严肃目 上师致献七彩哈达 期盼连身活佛赐福 台下信众们也跟着同步举起哈达 场面壮阔无比 这是连身活佛手传的画红大法 是密教 可以讲九圣之巅 就等于是说一个人化成了红光 融入整个宇宙之中 也就是成佛 魁魏三年多返台 举办大型红法活动 连身活佛希望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发挥宗教安定人心的力量 就是要生清静 口清静 跟意念清静 我们修行的气 跟脉 跟明点 都变成光明 汇豪写下 幻化七彩 专印台湾八个大字 练身活佛 期盼正能量 像彩虹一般的映照大地 让民众的心灵清静 回归最原始的平静与喜乐 动人新闻国家 汉城建豪台北报道 连身活佛卢盛燕 首传画红大法 上万名信众 挤满台北小巨蛋 场面盛大 烧吃新香 祝愿佛法红光 护有众生 画红大法 是密教 可以讲九圣之巅 就是最高的山顶 这个法就等于是说 一个人化成了红光 融入整个宇宙之中 也就是成佛 万人高举彩虹色哈达 象征集体散发正能量 祈求赐福台湾 带来光明未来 在外面来讲 就是要深清静 可清静 跟意念清静 在内来讲 就是以我们修行的气 跟脉 跟明点 都变成光明 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 都保持有心灵的光明 这是最重要的 除了首传画红大法 连生活佛50多年来 持续精进传法与书画 大笔辉豪 写下幻画七彩 占映台湾 期盼红光加持 为台湾带来光明 三菱新闻 于晨虎 谢凯轩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